這些貴金屬是不是有超過二十萬 這個都有隱匿的嫌疑 我覺得這個監察院 應該要立即啟動調查 公開喊話監察院 這裡疑似有違法案件 名堂議員簡舒培 指的就是柯文哲夫人陳貝奇 在保管箱裡面放的一百萬元 我不否認就是說 自從先生當了市長之後 我也覺得他是一個 很不穩定的工作 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現金 出事的話 我都會跟小孩子講說 你們有五十萬五十萬 可以當緊急的生活費用 而且除了這一百萬元 保管箱裡還放了什麼 陳貝奇也直言不諱 放的都是 就是爸爸媽媽在我結婚的時候 給我的一些金式的嫁妝 還有婆婆送的一些預期 其實那個保險箱 是一個蠻古早的保險箱 雖然保管箱是核式開設的 暫且不得而知 但確定的是 在兩個保管箱裡面 共放一百萬元 還有金式預配等嫁妝 最早可追溯到柯文哲 陳貝奇結婚的一九九一年 只是無論是柯文哲擔任市長 最後一年的二零二二 亦或是今年總統大選之前 這些財產都沒有出現在 監察院申報項目裡面 照理來說 若是公職人員 每年都必須將所有財產 報給監察院才對 公職財產的申報都沒有看到這一些 那為什麼他不申報呢 連最基本應該依法要做的事情 他都逃避 都不公開透明 那完全就是打了自己一巴掌 雖然存放現金 一代不實質虛 屬人之常情 但既然身為公職人員 規定就是規定 TVBS小紅包協會 台北部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